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平的脸像个建模失败的纸片人 如果不是有对比 都快忘了原来男二红一员来出自风神肌肉男团 动作场面 看不清演员的表情 整个画面如同二维动画片 室外取景的一念观山初心是好的 正常光线打在演员的绒毛上 看起来真实有质感 可仔细看流湿湿面部 握残皱纹都被磨没了 惨白的如包壳鸡蛋的脸 太过失真 对脸拍摄时 虚化的镜头 白花花一片 把帅哥棱角分明的下颌给弄模糊了 再看赵丽颖坐镇的古偶与奉行 预告一出 剧迷吓一跳 满屏柔光磨皮 实景拍成抠图 赵丽颖回身的那一瞬 浑身还闪闪发光 不上升演员 就说这滥用的一剑磨皮 却是毁了不少演员 唐烟拍摄的仙偶剧念 无双钢杀青 制作特辑一出 片段里的他和以往差别不大 这句从历镜到镜头到复化到 皆是常见的流水线古偶水平 繁花之后 他还切拍这种剧迹质量的仙偶 实属下措一步棋 40岁颜古偶里的仙女 未尝不可 毕竟王家卫就把唐烟拍出了 二十几岁的感觉 可念无双的导演 可能只会拍出皮态 然后蒙加磨皮来掩盖 难怪唐烟的粉丝说 情愿念无双播不出来 担心靠汪小姐积攒起来的 口碑复之东流 对比繁花的打光效果 观众就像吃多了金饲料的家猪 一下子尝到原生态的美味 没有明晃晃的大灯 没有磨皮美白 人物脸上有阴影有层次的感觉 真是令人着迷 王家卫终究是王家卫 他不止放大了演员的美貌 而且运用最恰当的机位 紧别镜头运动光影来呈现 那一时刻的演员情绪 就拿唐烟汪小姐为例 出场一身红衣 在黄河路横冲直撞 他戴着框架眼镜 开心的时就呲牙大笑 在保留皮肤真实质感的前提下 把唐烟拍得很漂亮 很有魅力 温暖阳光下发扬的刘海 狂风暴雨中满身泥泞 在王家卫的光影美学下 他像一朵积极向上的向日葵 永远满是斗志和活力 都说唐烟只会演傻白甜 光小姐倒是证明了自己 这不只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还有导演高要求高标准的促进 董永就自曝唐烟一场戏拍摄86次 一遍一遍磨他的潜力 精益求精 才让唐烟有了蜕变 还有在繁华中插广告里 美得平平无奇的星之蕾 白赤灯色调的大绿镜 又是白花花一片 哪里有里里的半分风采 而距离的他 穿着陆背裙靠着椅子扭伸出场 那身段在光影的配合下 仿佛油画在线 就为了保持身段 星之蕾在导演的要求 下雪了两年的探戈 导演不仅要拍出人物的美感 而且非常会营造氛围 古偶烟情动不动 深情对视 寒情默默 可王家卫就不这样拍 他拍阿宝和李李的感情戏 是这样的 于雨夜 宝总走在街巷陪里里走回去 两人一前一后夺步于月夜里 灯火已拟 相伴无言 长街步履交叠 暗红墨绿 皮鞋 踢踢踏踏踏 暗红 墨绿 隐隐绰绰 绝妙的配乐响起 这一幕 观众拍案叫绝 王家卫太会拍 他用暧昧不清的长镜头 调针的美感 将人和人之间的拉扯 推到极致 完美契合那句棋卫动 风未吹 其实是人心在动 不管是镜头语言 还是极致的光影 都让其他的国产剧自觉危机 央视发文例赞 你可以永远相信王家卫的电影美学 但如今应该可以改口为电视剧美学 当然 繁花之后还会有这种艺术水准的电视剧吗 答案是甚少 不误啊 他那镜头和色彩已然治愈了被古偶变色绿镜加S王印镜折磨的快瞎的观众眼睛 在该剧播出后 还有不少人评论 为什么女主不选刘诗诗或杨幂 平心二论 在繁花播出前 星之雷勉强算是二线演员 他可谓大气晚成 三十岁时出演长江图才有了一定关注度 之后也基本没有大女主角色 多为女二 女三 作为黑龙江级演员 不会讲上海话的她 是怎么进入王家卫的视线 被选中出演繁花女三戏份这么重的角色呢 星之雷在采访中透露 她在看原著小说的时候 陷在了李李的那种忧郁和柔情里面 我看小说的时候 就是陷在了李李的那种忧郁 和她那种柔情里面 刚开始并没有达到导演的要求 确定出演繁花后 刚开始并没有达到导演的要求 突然有一天在现场王家卫说 李李你为什么会这样演呢 我看过你的秀春刀 我永远记得你砍断别人刀的眼神 你可以有这个眼神的 导演的这段话让星之雷一瞬间恍然大悟 那个时候她就知道导演为什么要选她了 是因为看了秀春刀2 那么问题来了 以王家卫的江湖地位 加上首次指导电视剧的噱头 繁花注定会成为爆款 把演员拍得很美 给演艺生涯加成是毋庸置疑的 只要王家卫伸出的橄榄枝 相信任何一位演员都难以拒绝 那么繁花李以胡歌 马依李 唐烟为代表的十几位上海籍的演员 被王家卫选中无可厚非 毕竟有上海籍 能流利讲上海话这一线绝条件 但其他没有上海籍要求的角色的选择 就值得玩味了 特别是星之雷 王家卫显然看了秀春刀和秀春刀2 两部电影的女主分别为刘诗诗和杨幂 两个人都是顶流演员 且在电影里都是女一号 王家卫跳过二人 选了名气不够大 号召力不够强的星之雷 显然是认可她的容貌和演技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是否定了刘诗诗和杨幂啊 这也难怪 星之雷在秀春刀2里斩断张震刀那一刻的眼神 却是相当出彩也足够抓人 相比而言 刘诗诗和杨幂 真的找不出这样能够征服导演的瞬间啊 杨幂的演技 一直备受争议 走到今时今日的地位 杨幂显然是想和好导演合作 拍一些好作品的 于是陈可兴的将员弄 哪怕是给张子怡作配 范围排在赵丽颖之后她也愿意 说到底 影视作品既是盈利的商品 也是导演和演员共同完成的艺术创作 大明星们在收割名利之后 也想接好作品给自己加加分 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为了赚钱接太多口碑不好的片子 后面接好作品的希望就越来越渺茫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对此玩意unks 我这玩意了